继续来看到美国创作歌手泰勒斯在全球刮起旋风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 近期传出泰勒斯有望来台北大巨蛋开场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今天松口透露 北市府已经跟美方接洽 预估美方占定1月8号会开会决定 另外泰勒斯来台最有可能的时间点也曝光 有专家更预估如果他真的来台 除了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 更有机会出现如同欧美明星通膨现象 近期举办演唱会华丽舞台搭配快智人口歌曲 美国音乐创作天后泰勒斯出道将满20年 在各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 据传他可能成为第一位登上台北大巨蛋舞台的国际巨星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在2023年最后一天松口了 他透露先前台北市政府已经跟泰勒斯团队接洽 目前美方占定2024年1月8号会开会决定 泰勒斯可能来台的时间点也曝光 根据泰勒斯2024年演唱会规划 明年2月7号到2月10号先在日本东京巨蛋登场 3月2号到3月9号一连8天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开场 两场之间的空档2月10号到3月2号将是泰勒斯最有可能来台演出的时间 泰勒斯还没答应来台 李四川已经遇见周边效应 可据外媒近期报导指出 不止泰勒斯包含碧昂斯 爱尔顿强 红法艾德等知名歌手被经济学家点名 举办演唱会可能带来明星通膨现象 也就是说演唱会为当地城市带来爆满人群 酒店餐厅消费需求提升 可能拉高通膨与经济成长 泰勒斯人称行动GDP 观光 航空业都很有可能因为泰勒斯而全面带动 财经专家预估若真能邀请泰勒斯来台 不但能提升台湾能见度 也有望为台北市催出另一波国际商机 这台北综合报道